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从Home Depot 逃来的宝贝 这个是马克夏加尔 是条纹系列里边目前我最爱的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这款乐剂 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花真是美 硕大可以和伊夫伯爵比,可能有十四五厘米吧 然后花期特别长 今天有两朵花可能已经开了十多天以后 终于谢了 我们看一下 有几种花能做到主花蕾打开以后 然后边上的花也开 然后它照样美丽 看,就这一树 现在已经开了两朵 还有三朵即将要开 也就是它全部打开以后 五朵就是一树大大的手捧花 美极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超级赖热 我们这两周经历了两次高温 然后经历了狂风暴雨 它什么都经过了 看,照样美丽 一点点胶边都没有 这是两朵 刚好是一朵朵刚刚盛开 另一朵已经开了 有很长时间了 刚开始绽放的时候 颜色更深 这一朵的花心的部分 黄颜色更明显 开到后面就变成这种 比较浅的颜色 也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这个花我还比较喜欢 就是它没有露出里边的花心 有些露出来很难看 这个没有 从刀到尾都很美 然后它的字节性也非常好 你看 它到最后就自己脱落了 因为我怕下面都是 所以把剩下的两朵摘了 这一棵是我去年买的 到现在大概养了有一年多 一次开花有二十几朵 但是真是美呆了 我本来想等两天 等这一树 你看这一树 打开的时候 再给大家 这一个手棚花 马上就要成手棚花了 因为我今天去Home Depot看到 它刚好又有卖 数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先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喜爱这种条文乐句的花油 赶紧去买 我们来看它的整个猪形 也挺好的 不是那种长枝开花 特别高大 它的猪形挺不错的 中等 总而言之 在我这个小花坛里面 绝对是药影的明星 尽管我这花坛里面 种的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月季 好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这一款 大家继续看 我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月季 现在都已经陆续开放了 好顺便看一下我的铁线帘 然后我的树玫瑰 回到我们的马克夏加尔 个人觉得它比什么莫赖之类的更漂亮 美的不行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